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台股今天振著大家七雲八屬 因為外在川普又講話 要針對中國的兩千億的商品關稅 原本他是喊10% 現在說要加碼到25% 所以雅股今天全面走跌 尤其是中國跟香港跌幅 這都兩三%以上 所以導致就是說台股 又來一輪非常強力的賣壓 那內在的部分呢 昨天突然間就新聞就說 崔普基金勞退基金獲利相當豐碩 一個月賺了兩百多億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賣了一缸子的備用股 並且說七月份賣更多 所以七月份的獲利會更好 所以市長解讀說 哇 政府基金已經出清了被動的見股了 所以今天國際華興科 就統統跌進來 所以 內外夾擊或者叫內外交迫 台股的部分今天就跌了168點 打到10929 成要量1407億 那今天的一根的長黑棒 就吃掉了過去的123456789天 台股的所有的努力就今天一天就吃完了 所以正的七雲八素的 全市長都哀嚎 我當然分兩個部分 一個川普的部分 第一個 25%的關稅 那他們的財政部長目前是持反對的意見 會不會正在調到25% 要9月前才會決定 所以現在是8月剛開始 所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還有很多討價還價的空間 但是今天雅谷已經反映了 那我認為大概就是一天 應該就可以把這一個議題 反映得差不多 後面還是要回歸基本面 第二 就被動員間的部分 在禮拜二的時候 殺到七五八 那其實我們就已經開始讓會員回補持股 因為我們是在一千塊7月13號 在什麼時候 在這邊這邊7月13號 將持股輸掉 就殺到前天七五八其實已經跌了二十幾%了 大概25% 所以我們已經將持股全力回補 因為價差超過兩百塊 這買回來相當過於 到昨天一度反彈到811塊 原本我認為其實這個轉折應該差不多了 因為這超跌區其實你要再有什麼重大利空 我認為都很難 結果沒有想到竟然還有一個 影響市場信心的更大利空 就是政府基金說它已經出清了 所以呢 就導致今天 竟然還可以打到跌停板 好 那我先講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變 就是說這邊都是一個嚴重的超跌區 所以 你賣在一千 如果你有跟我賣在一千的話 你買在780、750 或者是買在730、720、710幾塊 其實 在一個 落底準備反彈的過程 買了高一點買了低一點 這都是常態 就像7月初 我說大盤跌到跌破年限10523 那時候你去買 你後面一個月你會大賺 那市值人民漲了600點 你有買了多大賺嗎 但是呢 在買的當下 那個市場氣氛最差 你很難買到那個10523的那個最低點 你可能會買到 10700點 10600點 或者10500多點 那可能股票買完之後還在點 但那是一個 快要見底反轉的 最後的超跌區 沒有辦法買到最低 但是它很明確是一個超跌區 你現在去買 時間拉長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或者一兩個月 回頭一看你都是大賺 所以即便是今天跌停板 我的看法都沒有改變 因為已經進入超跌區了 在這邊買你都會賺錢 而且呢 你說 退伏基金 勞退 他今天的新聞是說 六月因為賣股票 所以賺很多 七月份會賺更多 因為賣更多 所以呢 從字面上來看的話 它是意思是 它已經出了差不多了 沒有了 所以你要把它解讀為利空 好像也有點道理 但反過來想 如果它都已經賣光了 後面潛在的賣壓已經消失了 未來搞不好 它沒有東西可以買 要回補的話 這何嘗不是一個利多 所以利多利空其實有各個面向 那 我認為 如果今天在一千塊 你聽到勞退基金要賣股票 走那補就快賣 那個叫利空 但今天是七百塊錢 跌了接近三成 而勞退基金說 他已經賣的差不多了 那你在這邊你還要再砍 我真的覺得那不是一個很聰明的選擇 好 然後呢 我再跟大家講 我們先跟大家講 我這個手寫的 七月份的營收公佈了 公佈了 六月份是80億 七月份呢 是98億 98億 月增21% 再算歷史性 那我們就說嘛 預估超過90億 果然嘛 它都是超標98億 接近100億 那你去看三個月前的營收 連50億都不到 三個月之後呢 營收已經跳到接近100億 所以三個月它就成長了超過一倍 也就是平均每個月 營收的增加幅度都是接近大概三成 所以這個營收是強力的大爆發 而且呢 今天在公佈營收的時候呢 新聞稿還有 公告的文章裡面 內文裡面還有解釋說 現在的設備交期是長達一到兩年 就像我說的 大概最長達26個月 一到兩年 所以全球新增產能其實 你說要大舉出來 大概在2019 2020年以後才會有 那BP值 BP Ratio 已經接近3 這個接近3的部分 當然有包含MCC 那2點多 那金銘店主本來就已經3了嘛 接近4 接近4 所以整個交期已經接近3了 所以今天的這個營收數字 再創新高月增21% 但是今天股價是跌行版 所以我就在跟我們身邊的助理研究員 還有我的一些同業朋友 我就在說 他今天應該要漲 不但不漲 反向往下灌 而且灌得非常厲害喔 所以就是說 當股價已經跟他應該有的 基本面的趨勢產生的背離 而且是嚴重背離的時候 那 當那個逆轉的點 他一旦出現 我常在講就是說 鄭老師 台大畢業 進這個市場 今年22年 所以看了很多多空的循環轉折 那我要跟你分享的經驗就是說 那個多空的逆轉 都是在一個點 一瞬間 可能這一分鐘前 大家殺翻天 殺到無以復加 殺到血流成河 殺到七雲八素 殺到整個眼睛都紅了 就在這一分鐘前 那這一分鐘之後呢 突然間逆轉向上 多空一瞬間會逆轉 本來是人人喊打之後 瞬間變成人人喊滿 那 就在一瞬間 那個轉折就會出現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 國劇的營收98億 無懈可擊 BB Ratio超過3 無懈可擊 那 股下呢 他應該 進入超賊區 應該反彈 今天還給你 因為退府基金的一個 這個消息 強力灌到底停板 所以當那一種 就是強力 背離出現之後呢 一旦那個反轉的訊號 一出現 你說它瞬間 漲個兩三顆 我都不會覺得意外 我都不會覺得意外 所以我還是要講 就是說嚴重超跌區 這一邊都是買 好 再來 我今天拿到最新資料 春田 日本的春田製作所 8月份 MECC 全線漲價 全線漲價 幅度呢 大概介於大概100 200 300 也有400多趴 至少100趴起跳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可以跟你講 市場都還沒有掌握 但是呢 正好是先掌握 8月份 大漲MECC 這表示什麼 新一輪的大缺貨 就要來了 因為呢 日商漲 我這樣講好的 日本的價格本來就比台灣貴 日本又大漲怎麼辦 客戶呢 沒有辦法接收這麼高的價格 又回頭 再跑過來台灣 拜託國際你再多給我一點 因為國際就算你有漲 你價格還是比他 還是比他便宜嘛 所以呢 就是日本 他漲已經比較高的價格 又漲了一兩倍兩三倍 他會壓迫客戶再來台灣 所以台灣 這一輪的大缺貨 又要來 又要來 那簡單講就是說 現在進入一個嚴重超跌區 那必然將會有一波非常可怕的 強力反共的行情 或許 或許明天 就是一個強力反共的時間點 我想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當然你要抓到那個絕對的最精準的 那個最低點 抓到就上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講 我們會員今天是賣一千塊 買七百多 基本上買七百一 買七百二 買七百三 買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其實對我來說意義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沒有要抓那個 買了就是絕對不能跌的點 我要抓一個超跌點 放個半個月一個月 讓會員大賺一波 所以我對被動影響的看法 並沒有因為今天的點買而改變 因為我們是賣在七月十三號高點的人 我大有 賺了超過兩三成的價差 我大有這種空間 可以讓會員在這邊忍受低檔的震盪 但是轉折點我認為隨時出現 台灣的信賞店 七月十三號賣哪裡 賣146塊半附近高點全數數金 全數數金 賣完之後跌了三成 今天股價最低 前兩天一度反彈 今天最低殺到102 又平了低點 又平了低點 我跟你講跌無可跌的 任何再跌都是超跌 都是嚴重超跌 現在是嚴重超跌距 第二季賺2.66 三大產品 目前店主市場 風華高科技大陸的 前兩天有新聞嗎 漲40幾%到72% 缺的無以復加 MCC春田要漲價 那這個會讓B訂單又來台灣 MCC台廠準備要再大漲 此粉缺了比MCC還兇 三大產品都大絕 所以預期就說包含7月份的營收 第三季的營收一定往上 而且獲利會跳的比營收 增加幅度快的相當多 所以如果第二季賺了2.66 第三季我認為是相當相當樂觀 可能賺三四塊錢的機會率是相當相當高 結果股價從146跌到102 跌了三成 所以我就說再來它醞釀的是一波超跌之後的V型的反轉 整個備用的劍股 我們抓龍頭 國劇 華新科 企劇新 合身堂 信仓店這一些 我認為都是準備要來一波所謂的V型反轉 所以備用的劍股的部分我想我就交代到這樣子 我的看法是明天應該會非常精彩 因為國劇平常沒有那麼早公布營收 今天看起來生氣了 就公司很好但是利空傳言一堆 那公司用具體行動的去捍衛股價 我想這個都是正面的訊號 明天應該表現就會非常精彩 再來缺貨漲價是不變的道理 只要市場趨於穩定之後 它一定都是最強勢的表底 那比如說捷利的部分昨天漲了9% 今天早盤還非常強勢 尾盤雖然壓下來 因為大盤真的跌了168點 你也不要怪他說尾盤撐不住 但只有小弟 那我說MOSFET目前非常的缺 那拿到新產是最強的 因為捷利呢 第三季旺季來 它拼系的比重比較低 消費性電子的比重比較高 下半年進入旺季 它的產品單價高 利潤高 毛利高 進入旺季 原本就是出貨的旺季 但現在市場大缺 那沒有新產能 那沒有用 因為IC設計股的意思就是說 它今天只是單純的是一個設計公司 那它沒有晶圓廠 如果有晶圓廠的話 叫IDM公司 就像華邦店 但是它沒有 它是IC設計公司 沒有晶圓廠 所以進入旺季 就必須要跟晶圓代工的 這個調多餘的產能 但晶圓代工的產能 像世界先進啊 貿系啊 漢壘其實都已經蠻窄的 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新的產能 像荔金 所以誰能夠靠最好的關係 所以你去賺比較多的一個產能 誰就會在這一波 MOSFET的一個大缺貨潮之下 成為最新的贏家 那它旺季來了 MOSFET缺口持續擴大會漲價 那根據孫老師的了解 就是說它有拿到 聯電support它的新的產能 所以呢 沒有產能的進入旺季 那也是百搭 那你最多就漲價嘛 你說會成長 但你沒有產能 你出貨沒有辦法成長 所以它有新產能 它有漲價 它進入旺季 那它產品利潤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下半年 我認為MOSFET的部分 那這個最重要的強勢指標股 就是在捷利的部分 那其實今年上半年 我們操作捷利 我記得第一波 剛上市的時候 從七幾塊 就操作到一百二十幾 那一波就賺了大概四五成 那現在是 又再度進場買進了 那這一波我認為就是說 它將會成為MOSFET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強勢指標股 再來 最近都持續就是財報公佈 所以誰的財報漂亮的 你發現股價都特強 所以昨天我們就買了一檔 三五四八的照例 買大概五十二塊附近 那盤中一度的漲停板 一買就賺 賺漲地 今天大盤跌一百六十八點 結果呢 它只小跌兩毛 說五十四塊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所以其實就是說 鄭老師 交給大家的股票 我們一定會遇到大盤震盪不好的時候 股票它表現可能有一些 突發題材的利空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 但我可以很清楚的 很有信心的告訴你說 我帶大家買的股票 都是基本面最強的 它業績題材最厲害的公司 所以長時重視嘛 長起來它會比別人凶 但跌的時候呢 它是因為很有本質 所以我都不怕它會跌得太離譜 跌了都不會比別人嚴重 所以像今天照例幾乎沒有什麼跌 因為它是一個財報黑馬股 因為第一季呢 賺0.94其實就已經有 匯兌上的損失 但第二季台幣大幅度的回变 所以匯兌又回充回來 又變匯兌的收益 加上營收計算22% 所以我們推估就是說 第二季的獲利 大概上看2塊3到2塊4 大概比第一季的 9毛多的獲利會成長 超過了一倍 所以今年上半年 大概就可以賺個3塊多 股價呢 只有5幾塊錢 當然這就低估嘛 那第三季呢 它是做什麼 做筆記性電腦裡面的Hinge 叫軸承 那重要的客戶是 Apple的MacBook MacBook就是Apple的筆記性電腦 下半年陸續要推新的機種 所以呢 它的出貨給Apple部分 第三季 第四季 就逐入進入旺季 通常到三四季的時候 就是最旺的時候 所以如果第二季可以賺2塊3 那基本上第三季 進入旺季 那營收更好 會更好賺 所以呢 當市場 都在尋找財報黑馬股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幫你挑好了 就是說 3548的照例 基本上就是 現階段 法人可能還沒有非常進入掌握的財報黑馬股 所以 幫你挑的都是有非常有本質的股票 那 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今天雖然跌了168點 但我延續我昨天看法 我是沒有改變 我認為8月份 將會進入到一段最好賺的時期 最好賺的那個波段 那之前漲了9天 今天一根就跌完了 換個角度想 換個角度想 難道 空間騰出來之後 後面不會又連漲個9天嗎 我真心覺得這個幾率相當相當高 因為多頭版就環上幾跌 幾跌完之後呢 有些股票一天就修正完畢之後 後面又有9天可以漲 一旦又漲9天10天的話 這中間又有很多的輪漲輪動的機會 所以當加權指數是因為大型股票台電 把它墊高到11100點 那大型股停止了 中大型股接棒之後呢 後面賺錢機會才真的是多 所以8月份將是大行情的時候 尤其今天跌這168點 這個真的才是你一個 好好進場的機會 很多股票未來會大標特標 所以你要把握這波的大行情 就歡迎大家跟著我來 我就說你要來找鄭老師 其實你只需要打一通電話 一通電話要不了一塊錢兩塊錢 但是你只要花一塊錢的一個 這種小小的費用 你就可以有機會跟上鄭老師操作的一個角度 歡迎大家就是來參加鄭老師的 主流標股168的團隊 參加主流標股168 我會帶你操作真正的主流股 那帶你操作真正的標股 參加主流標股168 我會帶你買進真正的財報最強勢的股票 業績最強勢的股票 報價最強勢的股票 真的帶你一路吧 等會兒我們再聊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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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鄭明君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想今天台股内外交迫 总共指数跌了168点 打着大家七云八素 那我就说 内外总共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川普要把中国的 2000亿的商品关税 从10%提升到25% 但是因为他们的财政部长 目前是反对的 那即便是真的要生效 在9月份才会做出决定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利空 其实在雅谷部分 应该已经充分反映完毕 明天就差不多了 那基本面的部分 一天就吃掉了九根的 前面的一个K线 所以还涨集叠 集叠完之后 又是一个还涨的格局 后面再连续涨个五天十天 我认为这个几率很高 所以这中间 又有很多轮动的机会 那内在部分是贝隆文件股 因为今天什么队伍基金 卖贝隆文件 所以国际华星哥跌停版 但这个东西算利空吗 人家都卖完了 你还把它当利空 我真的觉得这个太过牵强 但是它确实跌下来了 所以进入严重超跌区 那国际也公布 已经收了98亿 我们就看看明天怎么表现 就算它涨停板亮灯 把今天这根讨回来 我认为只是刚刚好 所以精彩的应该就在明天 明天的贝隆文件股 应该会相当精彩 很多的强势股 这两天稍微修正一下 那大概集叠完之后 准备又开始进入 另外一波创新高的行情 所以比如说 新技科昨天创新高 尾盘因为阳明光 跌停板牵连就翻黑 今天小跌 但是我认为它还是 光学股的第一强势股 因为这一波只有 它创下波段的新高 才做拉回 拉回幅度其实也很有限 所以呢 秋太第三季 已经量产了 3D感测的模组 新技科它是直接的受惠者 所以推估7月份 8月份的营收 会从1.08 跳到6月份的1.48亿 7月份 8月份也就会再跳到2亿 所以大概两三个月 就有机会倍增一倍 所以这种 就是营收最强 股价最强 这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它仍然是我认为就是说 是光学股里面的第一的强势股 那光学股仍然非常有机会成为新的主流 那另外生技股呢 因为无关贸易战 也没有所谓的景气循环 所以最近你看到盘一波好 生技股就很强 所以今天生技股其实表现不错 因为像那个8.436的大疆股价最高 来到602块又再创波段的新高 其实它把整个生技股的本益比 已经带到50倍的一个空间 这个都又是很正面的示范 所以保瑞上周五呢 126.5元 请大家出一半 那赚了41块 赚了33% 完成30获利 出完之后呢 礼拜二跌停板 昨天小涨 那今天又小地 基本上今天最低得到138块 那礼拜五初到今天为止 价差就已经高到28块半 本益比只有14倍 当然还可以再买 所以我随时准备出厂 再度买进第二次 因为六月份的获利 上看0.9到1块钱 本益比只有14倍 对照人家获利也是超过11个股本 原来是600块 它只有140块钱 当然相对便宜 所以很多股票 其实都很好 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做来位操作 那欢迎大家跟着郑老师做操作 如果说你想要掌握8月份 最好赚的这段行情 尤其跌了168点 会有更多赚钱机会出现 你一定要把握 欢迎大家来加入 郑老师主流标股128的团队 加入主流标股128 我会带你买主流股 我会带你买真正的标股 加入主流标股128 郑老师会带你一路发 祝大家收入顺利 今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